2014年出了卡西摩多的礼物,他的第一个专辑 筹备专辑的时候,华晨宇自己想的专辑名叫四十码 四十码是他自己的鞋码 他觉得一个人不需要拥有太广的天地 因你只有两只四十码的脚 只需要站在这么一个位置,顺其自然地活着就很好 因为只要站在这里,你就是存在的,是有价值的 后来拿到同名曲卡西摩多的礼物的歌词,觉得很喜欢 就是他想要的感觉,语曲和旋律线条也很贴近 专辑也用了这个名字,希望大家学会接受那些所谓表面不好的东西 因为它们可能也会有它的美的点在里面 任何的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学会看到它好的一面 这个专辑大多是从大变小的理念,把看似很大的东西变小 比如人类有多么渺小之类的东西 卡西摩多的礼物专辑第一首歌《Why Nobody Fights》 虽然只有一句歌词,但是有着深厚的意思 在歌曲开始的时候,只有华晨宇一个人唱 MV里也只能看到他一个人 后来越来越多不同年龄层又从事不同行业的人出现了 我们也能听到和音,仿佛他们也都有着同样的想法 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在这残酷的世界里 给予别人一丝希望 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让别人也意识到社会不需要那么复杂 做最好的自己足够了 对我来说,这一首歌是讲述着我们应该努力的去争取更多 让自己活得开心,不要被外界的局限影响到 不须非凡,只要真实,勇敢,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下 华晨宇说,这首歌是自己在看球赛后写的 他说这是自己写的最阳光最励志的一首歌 这首歌虽然灵感来自于足球赛 但和足球赛没有实质关联 华晨宇说,这首歌只要一句话 就是Why Nobody Fights 献给歌迷 给歌迷的歌不一定要写感谢的话 更需要鼓励大家做真实的自己 站出来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的心声 微光 钢琴的前奏很动听 像是一个慢歌,也是一个比较脆弱的歌 MV里他有一点凌乱的头发 加上他伤心的目光,让这首歌唱进了我的心里 我觉得这首微光说明了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 宇宙中是小人物 但小人物也能有大大的梦想 此外,这首歌也说明了我们或许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存在 地球还是会一样的转 但我们也曾,可能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照亮了别人的生命 所以每个生命都是美丽的 宝贵的 Let You Go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所以不能客观的写出我对这首歌的想法 但是合音很好听 这首歌先一后扬 歌曲开头一直是压抑着的诉说 还不是尽头就让我继续游走 还没到最后就让我继续忍受 很是压抑的歌词积累着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 直至后来的爆发与嘶吼 如同在忍耐与沉默中的爆发 带来巨大的风暴力量 也是一种释放与发泄 Let You Go 别靠近我 我不是被动感受的躯壳 没什么能够夺走 我自由 我们追求自由 热爱自由 不愿受约束 自由是当代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的 Let You Go 这首曲的小样 是画出于一进门 就直接坐在钢琴上开始写 它是被灵感追着跑的人 第一个和声下去时 华成语脑子里就已经有了旋律 然后直接弹完 唱一遍便录下来 之后便再也没有弹过 用华成语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一首歌的时间写了一首歌 因为写Let You Go只花了4分16秒 烟火里的尘埃 网络上说 这首歌是灵溪根据华成语 以前参加过比赛或活动的视频资料写的词 他唱的张国荣的我 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当时华成语在比赛期间 得以表现自己让别人关注到自己 就像烟火一样绽放光彩 随着他比赛结束 活动增多 那段烟火似的绚烂也会落幕 就像烟火散落的尘埃 因为即便他是烟火散落的尘埃 他还是他 所以说这首歌 从开始的顺序变成道序 就是烟火散落的尘埃 到我只是我 到最后 我就是我的一种坚定 但是我认为这首歌是写给每个不被明白的人 只有孤独的游走 没人倾诉 拆弹专家 喜欢最后一句 我觉得这首歌也有一点压抑的感觉 歌词里说 生活是一颗炸弹装在我脑袋 不如让它赶快爆炸 旋律是好听的 华成语的唱功也很好 能从低音忽然变高音 说明他的肺活量大 这首歌是专为演唱会定制的加油曲 环游 做这个project 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我特别喜欢 勇敢飞 勇吻 雨水 逆风 让翱翔 更珍贵 这个歌词 让我体会到我们要去尝试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努力奋斗 和珍惜身边的大自然 还有 不要受外界的干扰和局限 去创造出全新的自己 这首歌比前几首更有正能量 曲子听完后让我感受到太阳刚升起的异象 十分美丽 再加上华成语的歌声 尤其是高音的时候 更是让我感受到这首歌的美 和对未来的憧憬与目标 收割的时候 公司给华成语推荐了几首丹麦的曲 他相当喜欢 接二连三 选中了四首 而因为这首是外国曲 中文词特别难填 容易散 两轮歌词比稿 差点就放弃了 幸好他们都没有放弃这首歌 我们都是孤独的 这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漆黑雨夜 昏黄露灯 孤独的黑衣夜游人 孤独的情绪肆意与不绝望 无人懂又怎样 我只不作声 我也认为这首歌说得很对 我们总是孤独的 没有所谓的真正和我们一起走下去的人 大家都是路人 朋友 老师 都是 成长 探索 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 只是一个人行走 我觉得我们都能听到 华晨鱼在心里也可能这么想 唱起来感情才会听出来 不朽 我觉得不朽是一个比较叛逆的歌曲 对于一个没有什么音乐知识的我来说 这首歌有一点点偏摇滚 听完后觉得华晨鱼已经帮你喊出了心中不开心的事 很棒 卡西摩多的礼物 卡西摩多的礼物 是华晨鱼在参加花儿与少年节目欧洲游的时候 在意大利教堂里看到一幅很抽象的画 突然来的灵感 当时因为节目规定 手机上交 没有设备可记录这一段旋律 回国后苦思不得 而两个月后正在给唱片创作歌曲的华晨鱼 又突然回想起那幅画 立即用钢琴记录下旋律 该曲有一点偏古典风格 但是又有流行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华晨鱼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脑海里想象的画面是 黑夜的教堂里 一柱烛光 一个孤单的痛苦的人跪在烛光前 小样出来后大家很喜欢 发出去填词笔稿 收了四十五首左右的词 其中脖子的词打动了华晨鱼 唱起来也贴合华晨鱼的个人特点 这首歌曲风 偏古典风格 又有流行的音乐元素 传达内心善良孤独 拥有强烈真实的爱 而无法表达的痛 歌词从A段 以叙事方式开始 唯美 简单 带有故事画面 是一首宁静的音乐剧式 心灵之歌 卡西摩多的礼物贴切 华晨鱼的个人特点 华晨鱼也唱得小心翼翼 唱腔 拿捏掌持有度 每一句的节奏 曲调都在临近爆满时突然抽离 情绪也随着 驾然而止 就好像不被理解的卡西摩多 始终小心翼翼的迈出每一步 不敢放肆前行 这首难得的佳作 胜在歌剧般的精彩编排 更胜在歌者与所唱人物的情感共同 枕编故事 枕编故事讲述着简单童话般的爱情 虽然曲子简单 但简单的美 让人陶醉其中 谢谢 请期待 异类的感想 请期待